如果你想像一個當代的、現代的一個書院 應該是什麼樣的氣質 我想它就是整個在華人世界裡 這是獨一無二的一個聚落 能夠像東海大學這樣融會貫通 已經形成自己語言的建築語言 非常成熟的一套語言體系 在這點上,我想沒有第二個大學能夠做到這樣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 建造的這麼一個建築群,應該說 首先這個機會很難得 因為在中國當時經濟條件、政治條件 都還相對來說滿目倉宜 百費戴心的這麼一個階段 那麼那個時候能有這樣一個機會 造這麼一個校園 然後讓這幾位建築師 貝玉銘先生、張兆康先生 還有陳其寬先生 在這個校園裡能夠從中國古典的空間形制 也就是院落 還有建構方式出發 然後看看能夠往現代的條件下 能夠達到什麼樣的高度 以及可以演變成建築學發展的一個圓形的方向 從最早的這個文理大道開始 空間的規劃已經跟現代性有關聯了 比如說跟西方的大學類似 空間詛咒上不像中國傳統 是建築而是一條靈音大道 靈音大道過了50年 現在看到大的榕樹長起來非常美 在它的兩邊散佈著一些學院 工學院、理學院、農學院、文學院 每個學院是一模一樣大的 都是一個正方形的一個三合院 很輕盈 放在很重的台積上 到了女生宿舍 你在一個建築的一層行走 穿過一個庭院 然後從庭院的圍牆 小洞鑽出來 你發現你一下走到了另外一座建築的二樓 這個高度是完全是在一個高度上的 也就是兩個建築之間正好差了一層 在這個庭院的內外消失又出現 又上又下 這樣的一種關係是非常動人的 一樓有一個內院 裡面是一個相對封閉、私密的一個活動的庭院 在這個庭院的外部 三、四棟建築之間 又形成了一個更流動、更靈活、更公共的一個庭院的空間 你會穿過一個月亮洞 你就覺得好像進入了一個領域 從這一層一層 違和性越來越強的層次感當中 會體會到一種私密性對它的一個約束 這其實帶來了很多安全上的一些好處 或者說是一種關照 比如說有個女生在二樓 如果一個男生在樓下的話 他就知道上面就是女生活動的一個區域 他很明白他就到此為止了 從女生宿舍到女白宮 可以看出來陳吉寬建築師的探索 是一個延續的過程 空間的層次就好像像一個濃縮的小園林一樣 大廳裡面的三道牆以及牆上的開洞 比如說對位的月亮洞 以及牆上的上部開的透光的窗洞 都讓不同空間之間的光線 可以在相互的彌散當中呈現出一種非常微妙的氣韻 如果你光看這個建築的平面的話 它又相當地簡單 有十一塊,十二片牆 兩片牆之間間距就是大概兩米七 單身宿舍的一個開間 他在女白宮這裡拋棄了任何形式上的期盼 就有點像一個高手到了頂級的時候 她會忘掉這個所謂的一個招數 然後進入到一個揮灑自如的境界 從精神氣質上更像陳先生自己的繪畫作品 她的抽象水墨畫 甚至說她這個女白宮就是用建築語言畫的一張水墨畫 她這個時候就是因為有了創作的自由和空間以後 她就有了施展的這個餘地 於是就開始在不同的方向上探索未來的現代建築 到底是什麼?